國會擴權法朝野釋憲戰持續開打 國民黨再出招 劍指七名大法官跟民進黨關係密切 恐怕影響釋憲結果 有明確的規定 但國會擴權法是否涉及違憲 還沒確定 藍白搶著行使國會聽證調查權 黃國昌七月一號才喊出 七月十二成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禁電室後 國民黨立委陳雪生急著變更議程 打算七月三號在交通司法聯席會上 成立禁電室弊案調查小組 爭相開第一槍 我們在上個禮拜就已經開會有做決定 倒不會用搶不搶這個方式 最重要的事情是發揮國會聽證調查制度的功能 你用一個擴權的工具 只是徒留這個過程上面的爭議 跟未來社會的不信任而已 炮紅藍白使用涉及違憲法規查幣 而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也顯示 三黨好感度 民進黨百分之四十九點二居冠 國民黨百分之三十四點四 民眾黨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反感度 民進黨百分之四十點九 國民黨百分之五十四 民眾黨百分之五十點五 藍白反感度都過半 國民黨則是反感第一 好感度也敬佩莫作 國會擴權法爭議加上罷免暗威脅 人民怒吼都反映在民調上頭 三立新聞黃辰文君小組 台報道